近日,一个3000人的大型内地商务团返港,但因为团友不太熟悉香港景点,又找不到导游带路,大部分团友只能遗憾选择即日来回。事件以来热议,导游人手不足问题,再次受到关注。 所以就请个假,或者说调个班,他这样子都能够解决到我们就是带团的问题,但是如果牵涉到要两天的时候呢,那就麻烦了,这样子就很难找人了,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估计有90%的导游都有自己的一份其他的那个工作,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就是派团就是最麻烦就是这一点了,因为遇到。